像现在线上直接换汇做优利定存 比如说像日元 那如果你一个礼拜后 就要带他们去日本玩 现在一个礼拜的换汇做优利定存 可以做到9% 一个礼拜呢 一个礼拜 马上买 好 大家好 我是麦克菲 欢迎来到匪夷所思 那我们今天进行的是 阿姨来练金 那阿姨今天要练什么金呢 今天我们想来谈谈外币这个工具 那最近我们在新闻上就一直看到 这个日元的汇价是跌到20年的新低 很多人就抢着要去日本玩 那我们团队就一直吵着要去日本玩 做我们的员工旅游 要去日本那边想个美 OK 不过我在看的时候 我就在想说 是不是真的是个好时机 买一点日币存起来这样子 我在看这个报道的时候 我常看到什么什么 利差啦 什么会差啦 什么价差啦 这个看不大懂耶 所以今天我想就要来请这个 我们这个永丰数位金融处的处长 黄品睿来帮大家了解一下 来品睿跟大家打招呼 好 谢谢七菲 大家好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这个日文讲的不错 就只有这一句 只有这一句吗 OK 可以了 比我多一句了 OK 那我们先来谈一谈 就是说 现在到底是不是换日元很好的时机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我相信只要在银行上班的人 大概今年度大概至少都会被问一次以上 到底要不要换日元 我先问您自己有没有换 我有换 你有换好 那这样可以好来 我自己觉得 大概有三个情境 其实应该可以思考着换 第一个就是刚刚七菲有提到 这个员工非常的期盼 这个解封之后就要冲日本 你的目的性非常的明确 而且刚也提到大概 这个日元的兑换汇率 大概是近20年 来到了匪夷所思的新低点 正式会做人 好 然后呢 那这个状况之下 你有目的性 然后又相对低点 因为汇率你很难预测 所以这样的状况之下 我觉得你可以换一些 那很多专家都说 你就分批换 第二个我觉得 现在银行提供很多 比如说有些优利定存 像现在线上直接换汇 做优利定存 比如说像日元 那如果你一个礼拜后 就要带他们去日本玩 现在一个礼拜的换汇 做优利定存 你可以做到9% 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 买了 马上买了 那如果要再久一点 比如说一个月 那现在一个月的 直接换汇的利率 也有到1.65 所以如果这样子 你有找到银行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program 然后你有目的 是要换 我觉得那你就换一些 我觉得是OK的 那第三就是 没换手很痒的 对 对那这个 因为好多人 身边好多亲朋好友 就是一直在问 那如果这个状况之下 你觉得换 也不会影响到 你的资金调度 然后你真的 以后可能会用到 那我觉得你也可以换一些 品睿 可是我们在讲到 这个日元会假的时候 我常常在看新闻的时候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常常看到利差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 会假跟利差之间的关系 到底是什么 不过呢 在讲这个之前 我们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是利差好了 OK OK 我觉得利差这件事情 通常我们会提到两个情境 那第一个就是跟你的资金取得成本 跟使用效益可能有关系 那第二个我们在讲利差的时候 常常就并同会差一起来讲 那我现场第一个就是资金取得成本 跟使用效益的议题 我觉得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讲 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取得的资金 它相对的利率 或者我们说是成本比较低 那你取得这样的资金 你去投入一些收益性 或是利率比较高的一些 理财性的一些商品 或是你有一些理财规划的话 那这在中间产生的 就是所谓的利差 我们举个比较例子这样子 OK 汇差的部分 其实它跟利差一样很容易被理解 就是大概是不同货币之间 因为兑换的比例 会依据市场的变动 或是不同的时间点 所以它会产生价差 那这个部分就是所谓的汇差 那像那个换日币 近半年一直狂问 主要也是这个原因 譬如说以前 大概都换个10万日币差不多 那以前的汇率如果是在 0.3左右 那我大概要花3万块的台币 对不对 那现在大概假设 0.22左右 那我其实只要花2万2的台币 我就可以一样是换到10万的日币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确实可以考虑带他们去玩 你一直帮他们争取福利 OK 所以你看当场你看这个汇价 这个汇差就是8000块台币 就出来了对不对 可是这个就是这个汇差的情况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刚刚有讲到 什么是利差 什么是汇差 那现在还有一个名词 叫做利差交易 好 那这就不只是换外币了吧 对不对 好 来 什么是利差交易 其实利差交易就是 譬如说我举日元为例 有些人就会用比较 融资成本比较低的 比如说日元 然后把它介入 然后去做其他的投资 那在这中间取得的一些利差的收入 我们就叫做利差的交易 那当然这中间 必须要承受一些汇率的风险 它不必然是 套利的交易 因为还有一些汇率的风险 必须被考量 好 品睿 我刚刚你讲了这个叫做利差交易 对不对 你其实有讲 有听我没有懂 好啦 所以我现在讲 就是说我是投资人 我现在有100万台币 那你是李专 你会跟我讲 我这个事情要怎么做 OK 原上你100万台币 然后你现在台币存款利率不高 那即便你在这个大户数位账户 你也大概只有1.3 所以我们可能就会再看好 现在的兑换汇率 在兑换某币比 也相对低点的状况之下 我们可能会建议你 换到另外一个 比较高利率的一个货币 去乘坐 举例来说 比如说像南非币 那当然我觉得 这还是看个人的一些判断 那我们只是举例 不是说不是真的叫你去买南非币 就举例 像南非币 现在一年期的定存的利率 大概在3.7 那相较台币就比较高 那如果在个人对于财务判断之下 觉得说换南非币 3.7%的Rate 其实还蛮好的 那在利差交易 我觉得有收益的状况之下 我个人可能就会做这样的一个 投资的一个转换 对因为台币放在这边 我们的利率只有1% 对不对 对 那数位账户现在 其实蛮多银行都有蛮好的利率 但即便是这样子 我觉得通膨还是比较高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对于说 转换到高利率货币这件事 其实会在他的理财规划里面 可是我们在讨论这个投资行为的时候 像这样子一个利差交易投资行为的时候 我们通常就不会做日元了吧 因为现在日元的利率是很低的不是吗 相较之下 日币的操作 当然有些人他考虑的可能是避险 所以其实目的性可能不太一样 那大部分人 譬如说以台湾人来说换汇 我们刚刚有提到汇差 所以可能很多时候他讨论的就是汇差的好处 就是现在相对低点 然后我换 那其实我是有刚刚一开始有讲说 你有特定性的用途 或者是你现在发现银行有一些优利定存 那当然在这段时间你可能也是可以取得立场 所以大家就是要看你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你现在马上要用 你要去日本当然就买日元 对对对 那如果说你是可以有一段时间可以摆 你可能就可以找一个高一点的定存的货币 就是像南非币这种 举例 再次我是举例 OK 所以大家还是要认真去看一下 认真去看一下 是真的是哪一个那个哪个国家的币值 那个定存比较高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边也可以补充 因为刚刚我们举例了南非币 那很多人其实碰到高利率货币 可能更想 平常会想到要做可能是美元 那美元的部分 因为当然疫情我觉得结束之后 比较缓解之后 很多人可能就开始在想 也要去留学了 那留学的这件事 比如说你要一年后你要准备美金 那当然现在美元的存款利率 其实相对来得高一些 像美元的定存的话 假设一个月的话也有2% 所以如果你转换到一些 比较高利率的货币 我们比较熟悉的美元 然后美元你转过去之后 如果你定存到期 其实它有很多可以投资的方式 比如说美股 然后ETF 债券各方面 所以其实在高利率货币的选择 其实还蛮多的 对 所以我现在就在讲说 这个高利率货币 因为它这个利息一直在涨 对 所以说看起来它还往上涨 对不对 是不是 就是说日币现在它只是不动它的利率 它其实跟美元之间的差距 就会越来越大 对 所以我们这次在讲就是这个利差 对 美元的这个资产的 这个 这些投资产品跟那个日元投资产品 这两个的利差就会越来越大 OK好 我们其实前面几集有介绍过一些投资工具 那你今天讲到外币 那我们的 我们的观众里面 很多都是投资新手 然后可能没有太多钱 所以你的建议 你是觉得他们应该先买股票 基金还是其他商品 我觉得因为现在 金融机构提供的理财商品 都非常的多元 而且其实很成熟 所以股票 基金或EGF或载券 我觉得依据个人的需要都OK 那最重要的我觉得是基于 譬如说从行为财务学的观点来 我想聊聊这件事情 我觉得从行为财务学的观点来说 现在很多年轻人 那时间是对于投资最好的一个伙伴 长时间然后持续投入这件事 我觉得其实是比较重要的 譬如说像巴菲特 他99%的财富 都是他在50岁以后累积 不是说他50岁以后 眼光突然特别精准 而是他前面有一些长期 投入的一些行为 那这件事我觉得也蛮有意思 有一次这个巴菲特 然后跟Bezos在对谈的时候 就Amazon那个Bezos 对他们在对谈的时候 Bezos就跟他说 你已经是全世界第二有钱的男人了 而且你的投资理财的道理听起来蛮简单 为什么大家不copy你就好了 他指的就是说要很有纪律的不停的投 对因为很简单 那那个巴菲特就回他说 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不想慢慢变有钱 那我们另外再讲一个 还蛮有趣的投资研究的案例 就是有个日本的投资公司 那他针对投资行为这件事 他就把他2003到2013年 投资人一些行为就做了一些调查 然后他发现 投发率最好的两种人 一很不幸是已经过世的人 因为他都没有进出 OK 那第二种就是事后去问说 他非常稳定他也都没操作 他忘记了 他记起来像我 那当然也不是说叫大家就是 投了下去就再也不要理他 是说有一些比较长期性 持续性的投资行为 其实是必须的 这句话我想送给大家 就是时间 然后持续性的投入 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重要的 对 因为我就是定期定额 我自己真的是差不多 因为31、12岁那个时候 我开始跑华尔街 然后那时候因为要跑财经的关系 所以就很K了基本 那个个人投资的 第一条定律就是定期定额 我觉得大家就是生命运人前 不管你是几岁啦 那从今天开始来得及 其实有一句话是说 那你投资的时间也要不是10年前 那要不就是现在 所以就是永远不会闲晚 去开始这件事情 而且说实在现在通膨的年代 这个事情是不是又变得更重要 非常重要 像那个中金院他在今年7月公布了 台湾的CPI新的数字 那他预估今年大概就是在3.22% 那相较去年 我记得去年应该是1.97% 所以大概又成长了1.14% 那刚刚一直提到了就是说 如果你存在了低利率的货币 那大概原则上 你觉得他安全 可是他的那个都被通膨吃掉了 所以适度的投资理财跟你可以 个人可以承受的风险的状况之下 我觉得这件事是一定要做的 OK 那再给大家一点建议好了 就是如果想要投资外币的话 那个永丰银行这边的建议是什么 OK 我刚提到说现在的投资理财的工具 其实都非常的成熟也多元 我大概举几个例子 刚一再提到美股 那不论是你透过永丰银行的 比如说APP 做这个share shares美股的投资 或透过证券来做这个封存股 那你订股 然后订时订额 甚至领股都可以做 所以你喝星巴克你就投星巴克 你用iPhone你就投Apple 所以这是很容易被理解的 那除了这个美股之外 有些人觉得说 那我每天晚上9点半要起来看 心脏动不掉 那你可以再做 譬如说像基金 ETF 然后债券 像这类型的产品 其实都非常的多元 非常的丰富 那或者是说 我想要再保守一点 或是我想做外币计价的保单 或者是说 好 那我做定存好不好 我刚刚有看到优利定存 我做优利定存 或者是货币型的基金这种 非常非常稳健保守的这种 其实像这类型的产品都非常适合 而且最重要最重要的其实是说 疫情之后大家对于这个 透过数位化的App 或者是网络银行 这些自主性的一些交易的工具 其实都非常的熟悉 像起飞您应该也有在用 我觉得常常都觉得 我们中老年人不用 我觉得其实我用了很久啊 因为其实美国这个发展很早 对啊 所以我其实我用金融相关的App 用的非常的习惯 这样 所以我觉得是啦 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产品 是不是ETF啦 比如说定存啦 外币啦 其实App可以帮你很多忙 对不对 像你们永丰App上面 其实这个产品当那个产品 就是一个界面而已嘛 所以大家听起来好像很多东西 可是事实上 其实一个App都解决了 对啊 因为像疫情之后 大概我觉得在使用者体验上 各家银行都非常的重视嘛 那像局力永丰银行 在数位账户上的App 你操作完 然后你可能譬如说 你想要 你想要去看一下 你的证券的户头 其实你在你同意授权 跟合规的状况之下 你其实就可以开启 你证券的App 然后去做一些连结 那譬如说 譬如说你今天想要做换会 结果白天上班忙 下班之后六点以后 你还是可以做啊 那我们的换会时间到晚上11点 你在App上做就可以 像我们六点以后 到晚上11点之间 换会的这个交易的比数 是占全天的22% 其实也蛮高的 对 其实这个App的东西 对我来讲非常重要 我非常讨厌去零贵 我真的觉得 很讨厌去银行的朋友 真的试试看这样子 因为我是说真的 我觉得零贵这件事情 我觉得非常的没有效率 所以我真的觉得 大部分的交易 我真的希望所有的事情 都可以在那个App上面完成 这样子 那刚刚有提到 譬如说像25岁到50岁中间 大概使用的人的比例 大概90% 那当然还是有一些人 他不一定完全像 起飞这么厉害 全程线上 他可能还是要问一下 譬如说要理财心房贷有点复杂 他想问一下 或者是说今天债券的东西 他想问清楚再下单 那像这种线上线下的整合 我们其实现在也有做这样 类似速配的交易 就是说你跟你的理财专员聊好 谈好 然后他把刚刚跟你谈的东西 就是直接投放到你的帐上 那你登入网银确认 是这样子 那你就confirm 所以他像类似这样的 基金速配 债券速配的交易 其实也蛮适合有些人 想要再问一问的 对对 就是说其实也不是说 给你个App以后 就帮你丢掉了 是这个意思嘛 就是说就是你还 你要问的时候 还是有人可以问的啦 可以可以 对 好啦所以今天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来跟大家再讲一下 那个App叫做什么 要怎么样download 永丰银行 大家就是数位账户 就是请搜寻大户 证券的话就请搜寻大户头 那整个我们到时候会有这个QR Code 那也大家可以直接扫码 然后就直接下载 完成了整个开户的动作 对好啦 所以大家去用用看 那看看这个是不是真的可以 在这个App上面完成 不要做了所有的事情 这样子 OK好啦 今天非常谢谢品睿来跟我们讲讲 这个什么是利差 好来好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